好,所以呢,現在我們來看喔 這個重新開機還會在的話 今天如果我在這邊 這裡 像我剛剛拷貝的這個 拷貝這個 那我如果開一個新的檔案 好,把它貼進來 萬一我覺得這個 不夠了,我可以再把剛剛那個圖 也沒有進來了 是不是又進來了對不對 那麼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喔 同學你如果是像這樣拷貝網路上的 他的格式會不會一起帶過來 你看我剛剛在這裡 有對不對,你看我一摳,哇他的格式 紅色的紅色的是不是帶進來 可是有時候這樣就不太好看啊 而且 你在編排的時候是不是就很難調整 好,網頁上格式帶進來很難調整 那以前我們大部分的做法都怎麼做 開一個那個文字檔 把 剛剛的點接部內容貼進去之後 他就變純文字 然後再貼出來 好,但是 這樣 還要經過純文字的 剪貼布穿燙 有點麻煩 好,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你看喔 在Word裡面你剛貼上來的時候 他有給你一個機會 問你要不要純文字 好,但是呢 我們不用那麼麻煩你看 在這邊 假設這段我要 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用純文字貼上 進來 沒有任何格式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方便一點 當然如果有某些 某些像姨老師來講 有某些 資料 比較常用的 你可以 告訴他 請你怎麼樣 不要 刪除 因為呢 他紀錄總是有限嘛 對不對 所以超過 預測的話是 30還是50 你超過這個數字的時候 他就會幫你 就是 前面的清掉 那如果你希望他不要清掉 你叫他不要刪除 前面會多一個信號 表示這是重要的 那下次呢 不管怎麼樣他就會 留在上面 你隨時就可以拿來再用 所以 各位有沒有去過法院 聽到這兩個字好像 肅然起敬 欸法院有一個 有一個人 要記法官的 講的東西 那個叫什麼 書記官 有沒有 書記官是講的比較好聽啦 啊簡單講就是 跟班啦 你要把 他講的每句話 還有那個證人啊 被告啊 告人的 講的所有每句話都要 都要怎麼樣 記錄下來 因為我有去過一次 我才知道在法院不能講太快 因為他會來不及記 要一句句慢慢講 好那 他們呢 你知道他們用的叫什麼輸入法嗎 他們用的輸入法叫做 追音輸入法 追 追中的追 對他們有一個輸入法 追中的追 聲音的音 追音輸入法 那為什麼用那個 因為他們把 一些比較常見的 比如中華民國 因為他們打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嘛 那他只要打一個中 然後就中華民國就上去了 就是一個詞就上去了 好這類似像我們現在這個概念 他好像是一個資料庫 對不對 那你只要打其中一個字 他就知道因為這常用字就 直接就上去 你打中華民國 是不是要打四個字 我打中就打一個字就上去了 哪一個比較快 當然是打一個字就上去比較快 好所以 他那個叫做追音輸入法 所以你可以把你 比較常用的稍微整理一下 好那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 對我們來講比較好 而且他還可以透過搜尋喔 那這個軟體呢 各位如果你以後要用 怎麼用 很簡單 就這樣用而已 你進去呢 我們這邊 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免安裝 點進去 有分32跟64 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哪一種 請用32的 有沒有一個 小軟體在這裡 所以打開就可以用了 這不用安裝 你回家只做一件事情 你看都中文的喔 按下選項 你回家唯一要做的就是 系統打開的時候要執行 他才自動幫你記住啊 對不對 不然的話怎麼辦 那預設的話呢 會幫你記住100次 好會幫你記住100次 有時候人的記性不用太好 記太多也不好 最多可以到1024次 可是你記太多了 可能就 失去了他的意義 因為記太多你要找也不好找 對不對 所以大部分我都是大概記 340次應該就夠 這樣大概了解了嗎 好所以這個部分可以加強一下 就是Windows本身 真的 剪貼部比較遜一點 我們用他來加強就比較好 好不好 但是我能遞一個人的確保 我也是給你